全乱了 全乱了 这里面是陈霍的名字 我吃个大饭 清醒一下 吃大饭吗 啊啊啊啊 不是 她的背后写的是我的名字 对 为什么 对 你为什么写的是你的名字 你是什么人 等一下 你们看邓超的脸 不用看我的脸 名牌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我们所有人 为什么是我 是你 是你 真的不是我 我觉得是你 我敢保证你们撕下来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 是你 我觉得是你 你们会后悔的 是你 你们真的会后悔的 你们会后悔的 你们真的会后悔的 有名字吗 有名字吗 什么 有名字 有名字吗 是什么名字 你们后悔了 有名字吗 李晨 你们就后悔去吧 倒地 小鹿 是不是只有我值得信任 恩 我觉得不是 这你还躲 什么情况 我的怎么解释 他们总用那种 就比较粗壮的大脑 想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 撕掉了 陆寒陆寒的背后写着陈鹤 撕掉邓超 邓超背后写的是我的名字 难道不是邓超吗 难道我们每一个人 时空转换之后 变了另外一个身份 那我就可能不是我 命运出现的交错 交错的话 也就是说 小陆就变成以前的陈鹤 超哥就是那时候的李晨的身份 但他们的身份又有什么用呢 上一次 有一个人连续撞了我两次 这一次 他就撞了邓超 怎么了 重庆的银行怎么了 碰瓢的假 对 你看 还有人帮我 你现在还栽赃我 还有人帮我吗 进了情境局的意思是 你们来坐一坐 水 空车 穿着我们一路回来以后 我现在变成了邓超 谁变成了邓超呢 这什么 老年人 哪个人拿沙包砸他 哪个人就是邓超 穿越时空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的身份 会有一些交错的话 我上一次被人强迫做什么了 哎呀 你说这猪脑子 走 我们去找找玫瑰花的兄弟们 这个场面还蛮尴尬 是要跟你一起跳吗 对你爱爱爱不完 相爱原本 对你爱爱爱不完 对你爱爱爱不完 你又想明白是什么回事吗 想了一下 你好 美女 干吗 坐边请 你好 当我已经当布丁业了 谢谢你 所以贝贝维拉上了车 所以他后面应该是我的名字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在这个院里的人 都是从1942年穿越过来的 当然 然后 你做过的事 我觉得还要再做一次 那你知道钥匙在哪吗 你发完了是不是就可以 告诉我线索了 哈哈哈 先生看到吗 你想快点拍完 快点收工对不对 我就不让你收工 不让你收工 不让你收工 你不拉你 你会抓你 你会取杀局 我们投一两棚吧 我真的跟你有关系 我四二年不断被派传单 对 所以我是你 应该是我呗 所以我是你 所以我是你 所以我不是拿宝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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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周秋 好 好 周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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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周秋 73年前 有人一直在和陆寒踢球 73年后一直在和我踢球 那我穿越回来 陆寒现在变成了我 对 知道这个节奏了吗 就找到邓超的名牌 因为73年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 知道 我知道 你发生的是什么事 抢劫 那刚才抢劫发生在谁身上 陆寒 陆寒挂了 所以他背后贴了你的名字 对 这就是73年后他变成了你 对 我知道 就是我分析出来 就是我早分析出来 就是找到想到邓超那个是什么 就对了 我知道了 杨幂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试验一下 我不辞你名牌 我只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不辞你名牌 我不辞你名牌 我只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吗 好 我搞不定你 你会把我骗到一个地方 不不不 不是把你骗到一个地方 是我需要在那个地方 印证一件事情 你们会跟杨幂玩沙包吗 你看他们不跟我玩 所以那我相信咱俩应该是一个 就是我们是同样身份的人 我排除了你 排除我 排除baby呢 排除baby三个人 还剩王祖兰 陈鹤和郑凯 三个人 我后面是王祖兰 你后面是王祖兰 你后面是王祖兰对吧 你王祖兰收的传单今天 对吗 我后面是王祖兰 王祖兰今天有收传单吗 不是王祖兰就是郑凯 那我们要不要把王祖兰代表 说我们发现了一个东西 好啊 然后说这个东西 有可能能够证明今天的事情 好啊 他被拿包砍不代表什么 因为今天邓超就是被拿包砍 是今天邓超 邓超是被拿包砍吗 对啊 对啊